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溪 那今天啊 我和我的同事们采访的地点不一般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茫茫大海啊 没错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我们首艘国产大型邮轮 爱达国度号的市行行次上 在2024年1月1号呢 这艘大型邮轮即将正式开始开的商业航行之旅 那么这座被誉为海上移动城市的大型邮轮里面 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今天我们的大型邮轮 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去看一看吧 那邮轮型啊 除了这个吃喝玩 最重要的呢就是住 很多人会关心在这个爱达国度号住的怎么样 那这个呀就是我的房间 我们一块进去看看吧 那这间房啊 在爱达国度号属于是中道 空间呢非常的宽敞 各种设施呀也是一应俱全 当然 坐邮轮啊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看完了住 我们再来瞧瞧 吃喝玩儿 在你登上爱达魔度号之后 你就会收到这样一份魔度日报 当天传上所有的服务和相应的开放时间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作为拥有高达16层建筑生活娱乐区域的庞然大物 首搜国产大型邮轮被誉为移动的海上现代化城市 如果你喜欢买买买买 这里有品类丰富的海上魔度免税店 如果你想吃吃吃 26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容易让你选择困难 如果你想开怀大笑 开心麻花海上喜剧专场等待着您的光临 追求刺激的大小朋友们可以来一场海上冒险挑战 结束之后啊 在爱达魔度号上你可以是天涯顾客也可以是社交达人 行走在爱达魔度号上中国元素随处可见 你时不时可以听到广播中传出传统乐器演绎的中国歌曲 墙壁上张贴的中国各城市的地标风景 以及集聚东方美学的艺术作品 而当夜幕降临 我深深感受到了爱达魔度号传如其名 在音乐酒吧 你可以听到中外籍乐手的共同演绎上海滩 若正好演绎到你喜欢的音乐 可以大方的走进舞池 在传中央的爱达广场 不同年龄段的乘客们在这里一起互动交游 而上一秒还在吹奏萨克斯经典领取的外籍乐手 下一秒已经弹奏起伙风音乐 与穿着汉服的舞蹈演员们一起表演 夜幕的降临 丝毫没有减退大家的激情 爱达魔度号这座不业之城 满载着欢声笑语 演绎着不同文化魔幻般的交汇融合